本赛季的最佳新秀之争要不要这么精彩 在今天公布的新一周的新秀榜单中 榜首之位再次一主 马刺23年状元秀弯比成功反超菜 重新领先所有新秀 紧接着斑马又在本日马刺130比108击败活塞的比赛中 全场仅仅出战21分钟 16投6中 3分球4投0中 罚球5罚4中 得到16分12篮板10助攻的数据 没有出现一次失我 正负责为正失我 这不仅是斑马NBA生涯的首次三双 他更以20岁06天的年龄 成为NBA历史上最年轻拿下三双且零失误的球员 虽然投篮效率不高 但完成生涯里程碑式的成就 同时创下NBA最年轻纪录 更重要的是成功帮助球队赢球 此一斑马值得一个S的评分 大家好我是Terry 虽然打的是没有CC的活塞队 但斑马的进化和成长确实肉眼可见 马刺队真的是要把他逼成一个极致全能的选手 而本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的传球 看了今天比赛的球迷都知道 本场斑马的传球不单单是在队友出现空位时 他可以及时发现 并将球准确的送过去 好几颗甚至是因为斑马的创造力和传球功力 才让队友有了更轻松的得分机会 包括下快攻时给陈潘尼传的那颗基地球 包括斑马抢下后场篮板球后 像四分位一样横跨半场传给杰威搜汉扣空篮的那颗 也包括第三节给搜汉传的那颗背后传球 毫无疑问斑马就是马刺队中最会传球的选手 本赛季至今斑马场均有19.3分 10.1篮板2.8助攻3.3封盖1.2抢断的表现 投篮命中率45% 三分球命中率29.5% 罚球命中率则为79.6% 其中得分篮板封盖和抢断领跑所有新秀 而封盖更是领跑全联盟 接着雷霆22年榜眼秀Chad这周排在新秀榜第二位 他赛季的场均数据为17.8分 7.3篮板2.7助攻2.6封盖 其中封盖数为现在联盟并列第三 投篮命中率55.1% 三分球命中率40.9% 罚球命中率有81.3% 而在今天雷霆也128比80 击败热火的比赛中 Chad打了33分钟 15投10中 三分球5投1中 罚球3放2中 得到23分9篮板2助攻3封盖的数据 正负只为正三 帮助雷霆取得了25胜11负的战绩 在西区仍然排名第二 而距离排名第一的森林郎只差半个胜场 此一夜Chad可以轻松拿到一个A加的评分 除了Chad之外 雷霆少主SGA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 外加两篮板8助攻 球队22年一轮12顺位的JW哲林威廉姆斯 打了35分钟 15投8中 3分球3投1中 罚球2发2中 贡献19分9篮板12助攻的准三双 这也是JW连续第二场比赛助攻上双 他的持球和处理球能力 如果能良好展现 便会拉高雷霆队的上限 而热火队这边 在本周新秀榜排名第三位的 23年18顺位老秀哈曼哈克斯 发挥的也相当稳定 9投6中 3分球5投3中 罚球9发6中 得到21分5篮板2助攻 这不仅是老秀连续第五场比赛得分上双 21分还是他24年到目前为止的得分新高 本场老秀的评分为A- 接着本周新秀榜排名第四位的是 黄蜂23年榜眼秀 巴马Brand Miller 他本赛继有14.3分 3.9篮板2.2助攻的表现 进入2024年之后 之前的几场比赛 投篮手感低迷 颇有点要撞墙姿势 但今天及时调整 在对阵国王的比赛中 10投5中 3分球6投4中 罚球2发1中 得到15分 1篮板2助攻 015 虽然球队以98比123落败 但巴马正四的正负值为全队最高 此一巴马的评分可以给到A- 国王这边 小萨砍下24分 10篮板7助攻的全能数据 22年一轮四顺位的 顿悟哥Kikamuri 出战32分钟 18投11中 3分球7投3中 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 发现6篮板3助攻的数据 在进攻端 顿悟和小萨两人展现出了 非常好的化学反应 本周新秀榜 勇士23年一轮19顺位新秀 来自于圣塔克拉拉的 Brandin Pochemsky 首次冲入前五 他赛季有场均9.2分 5.4篮板3.3助攻的表现 3分球命中率高达41.6% 可在今天勇士以105比141 狂赴提普的比赛中 Pochemsky出战25分钟 结果6投1中 罚球2罚0中 得到2分9篮板2助攻的数据 正负值为全场最低的-31 平分只能给到C 接着本周新秀榜 第6位的是独行侠 12顺位新秀 Dark Levely 第7位的是 爵士16顺位新秀 猪猪侠 Pianti George 第8位的是 开拓者探花秀 大帅哥Hayman Henderson 第9位是 活摘5顺位新秀 Astar Thompson 第10位的则是 醍醐14顺位新秀 George Hawkins 他在今天球队战胜 勇士这场比赛中 替补打了22分钟 9投5中 罚球5罚4中 得到14分 至于本周最遗憾 没能上榜的球员 我认为是 火箭20顺位 简陋新秀 CAMOATMO 进入24年之后 他代表球队打了6场比赛 场就有10.8分 3.4篮板 1.2抢断的贡献 投篮命中率58.3 3分球命中率53.8 罚球命中率100%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